大年初二回娘家 南投草屯这间诊所 门口不少民众等候 来到室内更是人潮满满满 超过那个打疫苗的时间了 因为方便 然后还有时间允许 一大早9点 民众拿着小黄卡到诊所报到 因为整个南投 只有这里再打疫苗 打完再回娘家 我们只预计超三只而已 就是第三剂的话可以打 大概60的人 医护牺牲假期 拼第三剂施打率 因为民众过年团圆 病毒可没有再放年假 除了莫德纳之外 BNT则是没有限量 是随到随打 镜头转到新北市的 中和环球中心 也是出现排队人潮 趁着假期空档来施打疫苗 特别来的吗 因为可以随打 随到随打 5点50 到这边 大年初二到初六 下午的两个时段 施打莫德纳跟BNT疫苗 中午12点50分 才开始发放号码牌 限量一千名 有看到台湾都不过 没有看到人赢了 这一千剂也很少 而且我是帮忙带牌的 带牌啊 对 这样的话现在排牌 上半时间就不用再请假来 民众挤破头 说什么都要打到疫苗 避免在团圆过后 病毒反扑成为疫情破口 记者台北南投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